哈喽,邦尼兔! 哈喽! 跟着我们一起说音乐唱故事吧! 是从卤牛的身上来的啊! 是! 母! 的那个牛吗? 呵呵,没错! 那妈妈,今天早上会有荷包蛋吗? 当然可以啊! 妈妈,荷包蛋是从哪里来的呢? 荷包蛋是鸡蛋来的, 而鸡蛋是母鸡身的哦! 妈妈,今天好冷哦! 能不能让我穿那件有小花的毛衣呢? 当然,那是羊毛汁的毛衣, 非常地保暖哦! 那羊毛也是从羊身体上来的吗? 呵呵,看来你很聪明啊! 妈妈,鲁牛、母鸡跟羊, 它们都住在哪里呢? 他们都住在农场里啊 懵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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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懵� 伏的手睡在夕阳下 全身上下都是 米白温暖的睫毛 冬天到 不用怕 我们有样貌 妹妹妹妹妹妹 妹妹妹妹妹妹妹 妹妹妹妹妹妹妹 妹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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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博小蜜蜂 美丽红 忙碌的伤口 挪入小蜜蜂 美丽红 勤劳的工作 快乐农场的角落 养了老母鸡 带着小鸡 吃着地上撒满的米粒 只高气昂 有点骄傲 走入狗狗狗 早餐吃 母鸡蛋 火力狗狗狗 懒懒罢 饱饱咀咀 弄的小蜜蜂 每天往碍 忙碌的san工 饱了小蜜蜂 每天往碍 傾楼的工作 快乐农场的角落 养了一头牛 快乐农场的角落 养了小绵羊 快乐农场的角落 养了老母鸡 来一杯冰牛奶 搭配Cereal 冬天老 不用怕 我们有羊毛 早餐吃母鸡蛋 火力高高高 小朋友 你们知道 卤牛的牛奶 也放在很多 我们喜欢的食物里吗 有我喜欢吃的吗 当然 都是你喜欢的 哇 猜猜看 什么东西 冰冰甜甜的 放在甜筒上面呢 是冰淇淋吗 答对了 那再猜猜看 什么东西 早餐的时候 可以烤来吃 上面涂草莓酱呢 是面包吗 答对了 是牛奶面包 猜猜看 什么东西 咸咸的 口感 软软的 它通常会是 黄色 三角形 这题好难哦 那妈妈给你一个小提示 小老鼠也喜欢吃哦 我知道了 是起司对吗 小邦尼好聪明哦 想要听到更多 小邦尼的冒险故事吗 你认识的职业有哪些呢 邦尼的一天 是以认知为主轴的 原创音乐故事集 来看我们原创的绘图 还有专业又亲切的老师 会搭配音乐 引导孩子们 可以接触很多 不同的道具和乐器 我们让小邦尼的冒险之旅 好听又好玩 快搜寻FB粉丝专业 邦尼兔亲子Music Lab Hello 邦尼兔 说音乐唱故事 每周二更新 我们空中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